他不是已經聽過了嗎? 沒有完整的聽過 所以今天就是有韓序跟Jerry之類的 今天就是有一個 就是我第一次講大峽谷 就是有系統性 跟很多照片 這已經開始了嗎? 還在那邊聊天 沒有,我們可以當一個很稱職的觀眾 好 跟那個 就是可以不用那麼嚴肅 就是可以光臨 當自己家裡是不是? 好,好 就是各位現場的來賓 跟就是有在看直播的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就是今天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燦燦時光分享 那其實我之前已經 有在燦燦時光分享過 那是我第二次 上次是講 我在今天當業務的故事 那這次就是 在講美國大峽谷 去Water Travel的故事 這樣子 好,那首先先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 我是Jesse 然後我是畢業於世新廣店 那現在目前職位就是 菜貨香腸的行銷總監 就是我家的百年事業 再來就是做那個 氣管顧問公司裡面的 教育訓練的專案的副理 再來就是我加入了一個 我們家那邊的老街協會 有擔任過主持人 那以前的經歷呢 就是在台灣的陣子 就是我當過那個 國際交換生的顧問 就是一個學期大概有五十幾個 來自歐美、日韓啊 還有大陸地區的學生 那都是我管的這樣子 好 就是 其實我每次出去的時候 我媽都會說 就是出門 嗆丟掉回來 現在撿到就是 出去好像打不見 剛才感覺撿到 就是 會說台語都聽到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是我列出幾個 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在 2013年的時候 去 大陸廣西 平衡小學當中 職工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出國 第一次出國 就去 兩個禮拜 對 那第二次出國 就是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我去 美國大峽谷 大公旅遊 那 這是第二次出國 我一去就去了四個月 對 然後 呃 再來就是 2016年 就是去年 我在 好去以前我在京邊當 網路行銷的業務 那這三件事情 都是 改變我人生 蠻重要的 三件象徵性的事 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中間那個 美國大峽谷打工旅遊 OK Let's go 那今天有 有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呃 大概講一下要怎麼去 申請這個計畫 然後第二個就是 分享實際我在峽谷的 工作跟生活 那第三個就是要講一下 呃 整個工作結束之後 我在美國 又自己 自助旅行完了一個月 那就是有點 噗嚨噗的故事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開放大家交流跟QA 那中間我會適時的做 中場休息 那如果等一下過程中 就是會覺得我講太快 或是有聽不清楚的話 隨時都可以舉手 讓我知道 好不好 好 謝謝 再來就是講到 事前的準備跟申請 那在這邊我要借用那個 TAE的演說有一個 很有名的理論 就是 呃 Golden Circle 就是大家就是可以Google去找 那其實這個核心的話就是 有三個W Why How 還有What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從中間開始就是 Why 就是為什麼想出國 我覺得這個 這個問題在你出發或是在申請這個計畫之前 先想想 第一個你的核心 為什麼會想要出國 我覺得這個不管是 就是 不論是出去國外去工作打工度假 或是你甚至要做其他決定的時候 都先問自己這個問題 Why 第二個才是問中間那個 How 該如何出國 那其實出國的方式有很多種 不管是打工度假 打工旅遊 出國工作 或是出國念書 都是一個選擇 那 我那個時候會想說 呃 為什麼想出國 再來用 呃 該如何出國這個面向去想 我覺得會比 你在比較跟風的狀態去做這個動作啊 會比較有自己的目標跟方向 這個是我問我自己的問題 再來就是 你想好前兩個問題之後 What 要採取什麼行動 那如果你是想要出國念書的話 是不是要準備申請國外的學校 那 打工度假或是打工旅遊的話 你要怎麼去申請 我覺得這 這是三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問題 可以去好好想一下 在你出國之前 這樣子 那我的答案就是 第一個 為什麼我想出國 因為我不想過著SOP的人生 想要體驗不一樣的生活和文化 那我剛剛講就是 去美國大峽谷是我第二次出國 那其實我想去體驗不一樣的文化 呃 完全是因為我去大陸當志工的時候 去體驗到當地的一些文化跟風俗名稱不同 那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甚至說是上癮 讓我想要去更 擴展我自己的視野 還有看更多不同的東西 再來就是 該如何出國 那個時候其實我也沒有想要出國 呃 念書啊 或是直接就去工作 那我心裡面浮現的兩個想法 就是 打工度假或是 Work and Travel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說到打工度假跟打工旅遊 大家可能分不清楚 就是在場的聽眾們 有知道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嗎? 好 看來是沒有 好 就是我講 我覺得那個打工旅遊 它是只有開放給18到28歲的學生 你是要具有在學學生的身分 或是至少至少你是應屆畢業生 才可以去申請 對 那 目前這個就是只有美國 那打工度假就是Work and Holiday 它其實 台灣有好幾個國家都有開放 那自己上網查一下就可以大概知道 大概有 像英國、加拿大、愛爾蘭 還有日本 還有大家最常去的澳洲 都是在這幾個 那比較 不同的就是 Work and Travel只有在暑期 那Work and Travel也可以去一年兩年 或是有其他的規定 主要就是這幾個不同 對 那再來要採取什麼行動 最後一步 就是說 問有經驗的人或是上網Google 或是參加諮詢公司的說明會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有經驗的人 是其實是好像是在大一的時候 有一個學姐去荒石公園 就是打工旅遊 然後那顆種子好像就是放在我心裡面 然後到我快畢業的時候才慢慢發芽 就是慢慢想想有這一回事 我可以用這個計畫去出國 然後去找尋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對 那再來就是找資料 最後我就去參加那個諮詢公司的說明會 對 那就是在這邊會建議大家 如果要參加打工旅遊的話 至少出發的前一年暑假 就開始注意相關的訊息 像我是2014年那一年去的 那一年是剛好我畢業那一年 所以那一年是我最後 這輩子最後一次機會去參加 對,我那個時候的想法 因為後來也沒有要念研究所什麼的 所以我大概在2013年就是提前一年的時候 去關注相關的消息 那就是在這邊跟大家稍微run一下 就是大概的過程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找到你的諮詢公司 那因為現在其實這個work and travel這個計畫 都一定要透過諮詢公司幫大家代辦 就不像是打工度假那個是自己辦 就是這兩個很大的不同 那在諮詢公司的話 其實房間有很多諮詢公司 其實都大同小異 那通常他們的情況就是進行申請程序 就是你要必須要繳交一些文件 再來就是英語能力的測驗 那測驗的話可能會分為口師或筆師 看每個諮詢公司他們的制度不一定 但是基本上都會有能力測驗 再來就是你通過了諮詢公司給你的門檻之後 第二個就是進行到雇主的面談會 那在面談會開始之前 第一個就是填志願 第二個是協旅立 那填志願的部分 其實work and travel這個計畫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可以自己選 至少在我的那個諮詢公司 他的情況是我可以決定我要去哪裡 比如說Yelston或是我去的大俠國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遊樂園等等 這都是比較熱門的 那選定好你的工作地點 有些是可以選你的職位 比如說我就是當cashire 就是當收銀員 那有些可能會要當那個房務員 就是去打掃那個hotel等等 其實基本上看他的職位有什麼 就是選一個你想選的 那你可以根據他那個工作所需具備的技能 還有他的每個小時的時薪 還有他的比如說雇主有沒有提供住宿等等 就是幾個條件 在你決定要跟雇主 在你跟雇主面談之前 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去做決定 這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對於打工度假來講 相對來講算是一個比較安心 尤其像我那種從來沒有去過美國 然後D&S如果我要自己去的那種 就覺得好像沒有這麼害怕 那等你選天完志願之後 就是根據你的要應證的職位 就是寫履歷這樣 就是寫文納通常諮詢公司都會有一個飯本給你這樣 再來最後就是跟雇主面談 跟雇主面談的話有分為兩種 第一個就是雇主會直接飛來台灣跟你面試 那第二個有些可能人數沒有這麼多的話 他會用線上跟你面試 大概就分兩種 那我那個時候面試的話 其實他沒有問很難的問題 就是說大概問說你為什麼會想來美國打工旅遊 然後問說你之前的工作經驗 跟你想要去應證那個職位有什麼關係 或是你有什麼技能 你可以升任這個工作 大概就是問這一些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問題都還蠻簡單的 並不會很快就是聊聊天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跟雇主面談 其實基本上當下就會知道你有沒有被錄取了 那有沒有錄取就是 沒錄取當然就是就沒有就掰掰 然後錄取之後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填寫一些 比如說合約等等 就是我們去打工或是工作的時候都會 基本上都會有簽約 那簽約的話會告訴你一些重要的一些資訊 然後你的權利跟義務 再來就是你要去AIT申請簽證 AIT就是美國在台協會 你要去跟面食官做 就是interview這樣子 你要拿到J1簽證 才可以去 才可以去美國這樣子 那其實這相關的資訊都上網 或是找資訊公司都可以知道 對我現在就是只是大概提一下 再來最後一步就是 通通弄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買機票 然後買保險就可以 然後參加那個行錢講習 就可以快快樂樂的出發囉 好 那目前我一直可以嗎 天啊 然後在這邊我要講 特別講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是一個四方的一個關係圖 那其實這個計畫是由美國政府主導的 那就是邀請全世界青年去美國做一些體驗 那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台灣的資訊公司啊 台灣資訊公司在一旦當你跟美國雇主簽訂合約之後 台灣的資訊公司基本上就是等於切割了 因為當你就是簽約簽完畢之後 你就馬上變成美國要去美國工作的人 所以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盡量要跟美國機構那邊去做聯繫 那因為 因為美國算是一個對這種法治或是一些規定還蠻嚴謹的人 所以 如果有些學生去外面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通常我們當下第一反應都會是去找諮詢公司嘛 對 但是其實這時候諮詢公司他們算是沒有權利去干涉 因為對美國雇主來講 我的員工就是有問題就會找我 怎麼會去找那些台灣的資訊公司 這就是跟我們去太陽遊學團不一樣 你今天去國外工作的話 你不可能 譬如說我之前在經邊工作 你不可能在經邊工作 經邊遇到問題 然後打電話給台灣的家人 說要怎麼處理嗎 然後 或是你去交換的時候 如果你在台灣遇到問題 你當然不會打電話給大陸的老師 除非是一些制度 或是一些非常嚴重的事情 才會打給大陸老師 但是 在當地的話 就是盡量會自己解決 然後 如果你越級的話 就是會覺得有點奇怪 這個就是可能 有些學生會去申請的一個迷思 不要什麼事情都會去找原本台灣的諮詢公司 再來就是常見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要準備多少錢 然後可以去多久 那我的個人經驗大概是台幣10萬左右 那這個10萬大概是包含了大半公司 就是諮詢公司的一些服務費 還有一些簽證加機票 大概準備個10萬左右 那如果你要去shopping的話 你再可以準備多一點 沒有問題 那可以去多久 我剛剛有講到工作期間最多四個月 加後來的旅遊一個月 所以會有那種應屆畢業生 大概六月初就去了 然後最晚工作到九月底之類 就是可以工作整整四個月 但是還是要去根據每個雇主 他有規定一個工作期間 那如果你不是應屆畢業生的話 你是比如說還要開學回去上課那種 你也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決定你自己要去多久 就是這個行程是還蠻彈性的 那你有一個月的話 就是你最多最多就只能待30天 要不然你會被強制驅逐出境 就是這是他們一個簽證的規定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可以賺到多少錢 那可以在當地找第二份工作嗎 那我的個人經驗是打拼 我大概工作大概是 通常台灣去那邊 如果只有第一份工作的話 我那時候工作一個禮拜 大概是30到40個小時左右 那換算下來的話 我這一趟大概賺了3000多塊 那跟一般台灣人一樣 3000多塊美金到4000塊 這是一般的 那第二份工作的話 你需要就是三方機構 就是你的美國機構 跟你的現在的公主 還有台灣的諮詢公司同意 才可以去有第二份工作 那我當時因為在大峽谷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第二份工作的機會 那我有其他的 其他朋友第二份工作 但是基本上就是 你白天要去第一個 然後晚上要去第二個 我覺得那個太累了 我是做到死了 那一種感覺 所以而且我去美國 本來就不是要賺錢 不是以賺錢為目的 因為這樣看就很明顯嘛 如果你知道大概你去一趟 大概賺三四千的話 跟你的那個代辦 就是一些離離扣扣的費用 加起來大概十萬 那其實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賺到錢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想要去美國打工旅遊的人 盡量不要抱有 我要去賺一桶金的心態回來 因為這兩個利益版就是不一樣 他的用意滿就不一樣 對 然後再來第三個 怎麼說服家人讓自己去 那其實我剛剛講過 就是我那三個重要的事件的話 一開始我的家人都是反對的 尤其是我媽媽 很誇張 就是我那時候去金邊工作的時候 她還哭著叫我不要去 就是我覺得有這麼嚴重嗎 然後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因為我自己其實個性 本來就還蠻獨立自主 所以我可以去處理生活上 大大小小的事情 但是你要去想說 為什麼家人不讓你去 那有沒有可能在家裡 什麼家事都不會做 然後她去擔心你去外面會餓死啊 或是什麼 不要買東西吃不要住啊什麼的 就會擔心你的謀生能力 那也不是說我覺得至少你出國的話 至少要有家人的祝福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動機 不能說啊我就是怎樣都要去 然後跟家裡大草特草都要去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好的溝通方式 所以說服家人讓自己去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展現你的決心 讓自己成為一個可以讓人家 放心你出去闖的獨立個體 但是我那個時候其實我 我就是說我自己本來很獨立嘛 只是媽媽不放心而已 所以我那個時候做法就是寫一個 漏漏堂的信給我媽 就是說欸為什麼我要去 然後我去那邊要做什麼 然後我去那邊 回來之後要做什麼 要學到什麼東西 就是讓家人放心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不要說你就是非了就是不顧一切就去 我覺得還是要讓家人可以支持你 支持你好像有點困難啊 就是至少不要反對你就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過程 要學習怎麼去跟你的長輩溝通 這樣子 好 然後我經過了就是 重重的申請過程 以及媽媽那一關之後 我遇到一個最大問題就是 我那個時候是最後一個出發 我找不到東西的旅班 你知道那個當下我有多抓嗎 就是 我是全部就是大峽谷那個 那一年那一梯最晚出發的 然後我一直在網路上面問 啊有沒有要一起去 然後或是 甚至是找到別人 但是都沒有 都沒有那種 剛好共同一個時間去的人 所以我心裡就是有很多那種 小劇場不停的上演 就是 哇靠這是被騙 然後或是什麼 被騎坐不上 然後遇到壞了被搶等等等等 或是甚至是到了大峽谷 我因為最後一個去嘛 我有點擔心我甚至是 沒辦法融入大家 然後我想想就是 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我後來就是 真的緊張到爆炸 但是我後來還是就是 就是硬著頭皮要出發 因為我什麼東西都定好了 總不能就是 還沒有到 就先怕 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就硬著頭皮出發 然後第一站 我就是坐了十幾個小時 飛機到那個 LA 然後LA睡一晚之後 我就自己 去 坐那個 巴士到那個 LA有一個那個 Immunistation 就是重要車站 就是地裡會看到的場景 對 再來就是我坐那個 美國國鐵 M-Track 他們 然後我在那個火車 我就是定了那個 臥鋪的火車 我就自己一個人 坐了十個小時的火車 然後在那個當下 我還是很緊張 我就幾乎整晚都沒睡 就是很害怕這樣子 但是後來 看著看著就是外面的風景 就啊慢慢放心了 然後 那他會睡過頭嗎 會睡過頭嗎 因為我那時候買車票 有他要寫那個時間 我就自己訂到 衝 其實一路上為什麼睡啊 對 但是美國國鐵他常常會霧點 像我有一些已經到的朋友 他們說 好像霧點幾個小時 然後隔天 隔天 才有開 然後就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但是我是很幸運 都沒有遇到delay的問題 然後還有那種 張霧員看到我 可能看到我一臉呆一樣 然後就跟我說 啊你應該要去哪裡去哪裡 就是我一路上都 遇到滿好的人 就是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可怕 對 再來就是到 在那邊是到那個 Flagstaff 就是 大峽谷山下的一個小鎮 然後 睡到隔天早上 的時候 我就自己去問那個 一個站長伯伯 問他說 要怎麼去坐公車 因為 到美國之後 你還有一些手續要做 就是等於你落地之後 你要必須去 打開一個開關之類 這樣講給大家 不要清楚 然後就自己坐公車 上去 最後最後 我再坐了兩個小時的 Shuttle 我才到 這個 General Store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那一天我就是感動 快要哭了 因為自己 自己扛著就是很重的行李 然後 就是 搭乘那麼多交通工具 飛機啊 然後火車公車等等 其實 在這個一路上 雖然很累沒錯 但是 卻化解了我在出發前 想到的那些問題 就是 那些擔心其實都是多餘的 後來覺得說 其實 呃 自己會恐懼是因為未知 但是當你做了之後 才會發現 其實 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所有想像都是自己 給自己的 對 像我這種普通工具 都可以到 我覺得 大家應該是 大家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那就是先來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那個 General Store 他的一個大概的情形 就是 他是一個 國家公園裡面的唯一家 算是 算 綜合的商場 那他有 主要有分為三個部門 第一個就是 daily 就是手持部 第二個就是我所在的部門 就是 賣一些 一些 生鮮蔬果 以及 日常用品 等等 那第三個就是賣一些 錄影用具 還有紀念品店 那錄影用具 他可能會賣什麼 GoPro 然後 No Space那種登山 很專業的那些用具 那基本上就是 這三個 就是其實那個範圍 是還蠻大 而且又是 呃 大峽谷上面 大峽谷國家公園裡面的 唯一的一家 那其他的可能都是一些 飯店等等 就沒有規模這麼大 所以 可想而知 所以全世界的 遊客 只要來大峽谷 要買東西 都會衝來這裡 就是非常 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 大峽谷本身 它不只是一個 國家公園 它還是一個村 你在Google 每個程度 它是寫 Gran Canyon Village 它是一個村落 所以 不只有 呃 國外的遊客 還有當地的一些居民 都會在這邊做消費 大致的情況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 那為什麼他們要 在暑期 認一些 打工旅遊的人 就是因為 在暑假的時候 會有 各地的遊客 爆滿 就是從勁這邊 就是 那個 什麼 侵略一口 應該這樣講 比較鐵切 好 那就是 兩位 對大峽谷有沒有一個 基本的印象 兩位 我講出現場觀眾了 可以介紹一下嗎 可以介紹一下 可以介紹一下 好 就是大峽谷是在那個 Arizona 就是在亞利桑那州 它是在加州旁邊 好 那大峽谷就是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 西北部 那它的全場就是 這樣吧 400多公里 寬大概是這樣 然後 深 1.6公里 深的意思就是說 大峽谷它其實是 一個河 扣拉多河 去切割而成的 所以 最上面跟最下面 平均大概有 就是1.6公里的 高地落差 這樣子 這樣講有概念嗎 有 講白話一點就是 它就是接近 台灣本島的七分之一大 然後它比 我們最大的線 花點線 還要大一點點 這樣有更清楚嗎 這花點是最大嘛 所以你就可以想到 那個峽谷就是 比 一花點還有大 這樣子 那我剛剛講就是 由科羅達多河 切割而成 那科羅達多河 它這個意思 在西班牙文是 紅色的河 的意思 所以就可以想見說 它那個 狀況是 怎樣 然後大峽谷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世界其他情形之一 那大峽谷主要是分為 南緣跟北緣 那南緣就是 我所在的 工作的位置 就是它因為 比較下面嘛 所以 它的溫度 冬天就沒那麼高 所以它 基本上 冬天雖然會下雪 但是還是會有開放 那南緣他們 其實 那些 shuttle 還有一些 旅客的一些交通工具 都還蠻 設施都還蠻完全的 所以 你其實去那邊 其實不用開車沒關係 就是你 做大峽谷交通工具 跟我一樣之後 就進去 那基本上都是 會有接駁車 可以帶你去到各景點 那 北緣的話 就是因為 圍度比較高 所以它冬天的話 就是整個被白雪覆蓋 所以冬天的時候 就是封閉 沒辦法去 那聽到大峽谷 大家可能會有比較 呃 耳熟能響的一個景點 就是它的天空步道 那天空步道 它很可惜 是在北緣 所以我們在南緣工作的人 就沒有辦法去看那個天空步道 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我的僱主 我的僱主叫做DNC 那下面有寫那個Price and Resource 它其實就是在 它的總部是在美國 那它主要是在各個國家公園 或是各大景點 有去 它有Hotel 或是一些做國家公園的管理 跟規劃這樣子 那目前還有在 呃 澳洲跟 澳洲很多 然後歐洲有一些 大概就是它是一個 跨國企業的組織 所以 是一個很很龐大的組織 然後我就可以很交流說 我在跨國企業工作過 那其實我只是去 去打工旅遊而已 好 再來就是要講到我的那個 峽谷工作還有生活 就是 這可能是 大家想像中的Cash 就是 你們去便利商店都會有 都知道收銀員長什麼樣子嗎 都知道 對 那當時我會選 當Cashure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我之前在操場工作過 所以 對於那些刷條碼 或是結帳 或是操作那些機器 都有 一定大概的基本的了解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選擇當Cashure 就是 因為這個是 這個工作是保證 你可以跟客人講到話 可以練習你的口說跟聽力 那其他的 像我剛剛講 熟食部 可能就是 點菜嘛 然後做 可能就知道我是那幾個菜 然後要怎麼做菜 那個就不是我比較傾向 然後 露營區跟紀念品區的話 那個時候 也是當 也是叫Cashure 但是那個 我就沒辦法去 所以最後我是在那個 人多到爆炸的那個區 當Cashure 那多到爆炸 就是大概是我一個 一個 一天 如果是忘記大概會結到 200多的客人 就是 我如果工作8個小時 大概是沒有 沒有停的那種 就一直瘋狂結帳 就是 對很可怕 沒有辦法休息 然後 就是 很累 就是如果大家有去那個 大賣場 大牌場 就大概知道他們在幹嘛 就像Cashure 那種 對 有時候人潮多到 我覺得是 他們是在排iPhone嗎 還是怎樣 就是很可怕 那在工作之前 那其實 DNC他們會提供 每個人就是 之前訓練 就是會跟你講一些 一些準則啊 就是你要 如果客人要買煙 或是買酒的話 你都是要看他的ID 然後 或是一些 你要怎麼促銷 跟客人 介紹 OK 請坐 看什麼ID 真的 不會真的 對對對 就是像我們去便利商店 買一買酒 都要看你的 身分證 對 像我每次去 每次都要被看身分證 看起來還UK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會教你一些 要怎麼 說話的一些 一些話術 你要怎麼去 去面對客人 然後會跟你講說 如果遇到狀況的話 大概要怎麼解決 那其實 我在這邊就是 大概已經知道 美國跟台灣的一些文化差異 因為像 那像台灣的一些服務業 可能就會覺得說 啊客人最大 那 不管 店員 就是客人什麼要求 你店員就是接受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 我 體會到最大的不同 就是 那個 顧主跟我說 如果你遇到 就是那種 澳 對 澳洲來的沒有三點存 那個澳的客人的話 你就直接去找 Manager 或是你的Supervisor 他們就會幫你處理 就是不是叫基層員工 扛 而是 你如果遇到事情 你把我解決的話 就叫你的上解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來講蠻大的不同 我也會覺得說 啊我在這邊工作 其實算是 算是還是有上面在照 我就 沒有這麼害怕 不然其實我第一次去 去美國當收音員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講什麼 對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慢慢慢慢就大概知道 要怎麼去抓到訣竅 跟世界不同 世界各地的遊客去說話 對 那這個是大家都會有的訓練 後來呢 我就拿到了就是 我的名牌 超級開心 就是會寫 你的名字 跟你的國家 是不是 很驕傲的有寫一個台灣 然後再來就是 旁邊這個 他有發一個居民證 所以我在這邊 居然會拿到一個 大峽谷的居民證 就是這個 這個卡就是覺得 你真的是 就是要在這邊生活一段時間 對 然後你拿這個卡 就是你還可以去 裡面的商店 做消費的話 就有打折 對 我不知道還可以用 就是如果有生之年 還會回去大峽谷的話 再告訴大家 還會可以繼續用 好 那剛剛說完那個 那個職前訓練的話 其實是針對每個人 那 針對在超市的Cashure的話 我又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主管 他第一次帶 就是第一次 之前訓練的時候 他就叫我去 認識水果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就是 因為 呃 在美國跟台灣 他們就是基本上 有些蔬菜水果都不一樣 然後我其實就是 在台灣也 也不會刻意去 學一些蔬菜水果的名字 然後我就會去看說 譬如說 上面有寫什麼 Carol就是什麼 呃 火蘿蔔嘛 然後還有寫一些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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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寫 就是 還有什麼 然後其實客人很可愛 他也知道你就是外國人 然後 就會跟你說 啊那個蔬菜是什麼 然後 我就說 我就會說 啊要怎麼拼 然後他就真的拼給我聽 就覺得其實 其實 自己在上場的時候 其實是很緊張很緊張 怕自己 沒辦法升任這個工作 但其實你只要開口問的話 其實 基本上 對方都很 很樂意的幫你 就是其實 就是勇敢的說出來 就好了 然後就是後來介紹完之後 主管就叫我自己去拿一板東西來結帳 就是 自己 對自己 自己刷條毛 自己去熟悉那個 那個 機器怎麼使用 這樣子 那其實 剛開始去的前兩個禮拜 我都對那些 機器什麼的 還有一些操作 其實都還蠻 蠻害怕的 但是 兩個禮拜之後 就變得算 滾瓜爛手 就是這種反射動作 像是以前 冰箱電打工的時候 也是大概是這個情形 對 你剛剛講的那個 竹筋應該是 我們南部講的古話 胡蘿啊 很像胡蘿 它算很細的 胡蘿長長的 然後 然後 前段還有一個新新的造型 嗯 對啊 對就是 不只這樣啦 好 那剛剛這個表就是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這個表就是寫了所有的 蔬菜水果 因為蔬菜水果你 不可能貼條碼嘛 不像一般的東西 你可以刷條碼就好 那蔬菜水果的話呢 那你必須就是 去找出它相對應的 的蛋嘛 這個是蛋嘛 嗯 然後你只要 就是看到譬如說 這個東西好了 喔 隨便講一個什麼 Avocado 就是22號嘛 你就按22 然後按Enter 然後它就會出現 那個 價錢 那這個蔬菜 蔬菜 Avocado 那個叫什麼 蘿莉 對 蘿莉 它就一個一個很好算 但是有些 有些那種 蔬菜水果它是要秤重的 它就會寫那個 Scale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如果一個一個的話 其實好算 那如果秤重的話 你們覺得 會怎麼去解決它 旁邊有個秤重機 旁邊有個秤 有秤重機沒錯 給一個提示 1 2 3 好啦 其實秤重機就是藏在這個 收銀台的 它有一塊鐵板 就是那時候我覺得 滿神奇的 就是 它是內建鐵板 你只要把你的那個 東西放在上面 它就會 你就按幾個鍵 它就會自己算出 多少重量 單價多少 總價多少 也就是一個 還蠻酷的 一個 一個裝置 都mix在一起 蛤 就是都結合在一起 對對對 那時候 那時候我一直在想說 完蛋人士要怎麼秤重 然後就看到 就是那個 就是美國的那個 美國當業員工就教我怎麼弄 這樣子 再來說到就是 那個 美國人消費習慣 就是他們美國人 就是 很 就是不習慣 萬代現金啊 像什麼一塊兩塊 都要刷 就是他們那個 塑膠貨幣非常的盛行 然後這張卡 是我當時就是 因為每個禮拜 他們 美國是發週薪 所以你每個禮拜 都會有一次錢 你的薪水下來到你的戶頭 然後我就 那時候在公司旁邊 一個 chessbank 就是大同銀行 辦了一個帳戶 然後就一個可愛的米奇卡 那 在這邊還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實在美國人 他們用的那個 信用卡 其實是非常多樣化的 像我就拿到那個 米奇信用卡 後來有看過那種 客人 他是放自己家人的照片 放在場面 或是放你的寵物等等 就是可以客製化 就是不像台灣的那種信用卡 都很醜 或是一些固定 固定的圖案 就是可能 對 可能有一些卡通人物之類的 那在當時 就是我看到 看到那個 信用卡上面是 那個人 本人的照片的時候 就覺得很驚奇 然後 然後我就是 有時候要看他的 就是有時候要刷信用卡 然後我就會故意這樣逼 然後就看他 看他跟本人像不像 然後那個人還會一直 故意笑一下這樣子 就覺得 欸這個 這個是一個 我就是一開始 沒有想到的一個 一個互動 就是 被我拿來就是當樂趣這樣子 所以你應該每個客人 就是每張卡片 就這樣拍照這樣 跟他拍照 就是我其實在工作的時候 不太能用手機 對 那其實基本上 就是 有照片的客人 我都會跟他玩一下 因為其實 還還蠻特別的 好再來說就是 下個的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 他們 其實每個月都會有那個 算是員工表揚大會吧 就是會有 一個月一次的聚會 加員工表揚大會 那表揚大會的內容 就是大概就是 吃吃喝喝 然後去公佈說 欸這個月的最佳的員工的表現 然後會有可以抽獎的機會 那我們當時的獎勵制度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 我們在收營的時候 會有主管 會去 根據以下的 就是一些項目去 評定你的工作 的狀況 比如說 第一個你有沒有 微笑面對客人 第二個你有沒有賣 upsell 就是我們那時候 還賣一個那個souvenir bag 就是他的那個 紀念包包 那個算是一個 一個平分的項目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沒有去發現 那個客人的需求 那如果你基本上 這幾個條件都達到的話 他就會給你一個 就是 這個獎勵小卡 他們叫做 guess pass 然後你就可以去 大概多少點 你就可以換一次抽獎的機會 或是 多少點你就可以去換 一個獎品 那樣子 然後那時候常常就是 一天就是 莫名其媽媽賣了二十幾個 souvenir bag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些小獎品 還有 得到什麼飛盤啊 然後一些什麼玩具 反正基本上就是 店裡的東西這樣子 好 那在最後最後我 工作結束那天 我就 窮盡我所有的點數 去換了一個 免費的餐 在daily 那時候 最後只剩下三個人 然後我就跟另外兩個人 share一個 就是一個大披薩 所以也是電影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那個 那個同事還很好 就免費幫我們加寮加大 等等 加好多嗎 就是 對就是一個 最後的一個紀念 然後就還蠻開心就是 算是 對我來講算是一個 一個 happy ending 對應該這樣講 再來說到就是 工作 的收穫跟樂趣 那其實在 大峽谷三個月 其實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 你每天每天去 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 對我來講我都會 自己去找 找樂趣 每次找次做 對白話就是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觀察力 因為 因為我剛剛講就是 大峽谷會有世界各地的 遊客來 然後 我會去觀察 譬如說 每個國家 的人 的特性 例如說 美國女性 就是比較理性 然後 當你問她 蔬菜水果叫什麼名字 她就會 欸 我跟你講那個怎麼做 然後那個怎麼聽 然後 然後 美國大叔的話 就是說 就會 就會 比較 比較隨和 然後說 那個酒啊 什麼什麼 再給我來個幾瓶 之類 就是比較隨性 然後你還會遇到那種 歐洲國家 譬如說 布羅地海三小國 那個來的 他們就會 就會 其實對 對你本身也蠻好奇的 說 你來自台灣啊 然後什麼就開始 開始聊起來 所以到後期 我漸漸可以觀察 即使客人 還沒到我的送禮台之前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她是哪一國的人 然後 就遠遠就聽他們的口音 大概是 比如說法國人 還是什麼英國人 或是其他 亞洲地區的人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 觀察的過程 我覺得自己還蠻 蠻 enjoy這個 這個 觀察的培育的過程 這樣子 再來就是 溝通能力 因為 其實基本上就是 世界 地區 各國的人 不一定都會講 英文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去跟她溝通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 課題跟 跟考驗 那在這三個月 基本上 溝通其實 沒什麼問題 因為 說裡面講的 基本上就那幾個 你好啊 然後 你來自哪裡啊 然後 怎麼會想要來 是不是第一次來大峽谷 就是 開始聊 但是當你到 當你遇到那種不能溝通的話 最好的 溝通的方式就是微笑 反正你就 你就 你就刷條碼嘛 然後 然後 就是即使 他真的是聽不懂 然後你就 你就比著你收銀台的那個螢幕 比那個數字 他就知道要掏多少錢給你 然後甚至他有些錢也搞不清楚 就會 就會一把這樣子 就是錢這樣一把 然後叫你自己拿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 一個過程 所以 每天遇到不同的人 就會有 100種不同的方式 覺得 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 也是訓練自己溝通能力的一個方式 再來 當然 有進入的地方 就是 英語的口說跟聽力 那 因為其實 基本上就是 從小生長在台灣嘛 就是 比較著動的就是 讀跟寫的能力 比較少會運用到 口語跟聽力 那我最大的 明顯的改變就是 我發現我的聽力 大概兩個禮拜 就是突飛猛進 大概都聽得懂 客人在講什麼 然後聽得懂 同事在講什麼 那口說其實 呃 也有進步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用語 會進步 這樣子 像我之前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時候我剛去沒多久吧 然後有一個客人就說 就問我說 那個Marshmallow在哪裡 然後我就 黑人問號 Marshmallow是什麼 然後 然後我就請那個客人 帶我去找 然後一發現 原來是 棉花糖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塞 為什麼連棉花糖那麼淡 那麼簡單的單字都聽不懂 然後就促使我就是 要去把貨架上的每個東西 都搞懂 它的英文到底是什麼 對 就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進步的過程 再來就是體驗 美國職場文化 就是 所以我剛剛講的話 每個月一次的 那個員工表演 大家會 只要是我在 早上 就是我們Cashmallow有分 基本上有分兩場 第一個是 早上的班 就是大概 六點 開始營業就要上班 再來就是下午班 就分這兩個 那 只要是你是在早上上班的話 在開始上班之前 那個Manager就會 把大家都叫起來 做一個精神喊 精神喊話 或是直接表揚說 昨天 誰誰誰那個員工 有 賣 賣最多 什麼東西 或是 有得到客人的讚賞 這樣都會 就是做 在開工之前 就會 來個精神喊話 然後大家一起喊加油 我覺得 這是一個還 還不錯 就是 蠻凝聚士氣的一個做法 我不知道其他的 其他的公司是怎樣 但至少我在台灣的時候 沒有感受到 這個 你搖頭就是 就沒有了 我知道 對 這個是蠻 蠻印象深刻的 因為 在那邊你會感受到 你 不只是去打工 旅遊 而是 他們是有真的把你當作一份子 然後一起去完成 開店 然後一整天的營業 對 那樂趣就是 文化差異嘛 就是也是跟觀察力一樣 你就可以去 觀察到每個 每個國家的 的人 他們的習慣是怎樣 然後 講話的方式 或是表達能力 其實都 不太一樣 像我到後期的話 我就可以 感受到 他到底 心情好不好 或是他昨天去哪裡玩 或是他是 想要買什麼東西 他常常還沒有 說出過我之前 我就說啊你是不是要 什麼什麼什麼 或是他眼睛在 掃視店內環境的時候 我就會說啊你是不是要 什麼什麼 那我基本上都可以 猜到客人 他們想要的東西 是什麼 我就會提前他們拿好 之類的 那還有 我覺得最可愛就是 就是法國 我真的超愛法國人 然後法國人 他們就是一樣 就是來到大峽谷 還是那種悠閒的步調 就是 店裡買完東西 然後結帳 就會看到他們在那個 外面 我們外面有一些座位區 他們就會自己 自備一個野餐禁 然後就敷在上面 然後慢慢的拿刀子 然後切開麵包 然後在那邊享受那個 下午茶這樣子 然後可能其他國家的 就是趕快吃一吃 胡人吞早 然後就趕到下一個地區 就是你會感受到 每個國家跟每個文化的 的差異 就是我覺得這是 課本上或是課場上 宣布到 你只有在當下 那個狀況 而且有經過一段 至少幾個月的時間 才可以去觀察到一個現象 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 再來就是國民外交 然後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就是 在名牌上面 都會別你的名字 跟你的來自哪裡 然後他們就會看說 Oh you're from Taiwan 然後他們會說 Oh Thai food is so good 然後我就會三條線說 Sorry I'm not from Thailand I'm from Taiwan 他們就是會常常把 台灣跟 Thailand搞錯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那我這個時候就會跟他們說 欸台灣其實就不是泰國 那台灣是在中國大陸的什麼東南方 某某某某 然後什麼就開始跟他們講 我覺得這個算是一種 某種程度上的國民外交 就是你除了去打工旅遊之外 體驗人生之外 你其實也是藉由這個機會 把你的國家給 就是介紹給更多不同的人認識 這個算是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地方 再來就是你好跟謝謝 要猜一下是什麼意思嗎 1 2 3 你好跟謝謝就是我真的很無聊 就是會每次找事做 我如果知道這個客人是德國來的話 我就會去問說 你好的德文怎麼講 謝謝德文怎麼講 然後或是其他國家 比如說法國人 你好怎麼講 謝謝怎麼講 然後我就會用這種方式去做 跟客人做互動 因為有時候你講久 就是不知道要拉什麼 就是即使你很會拉賽 就是你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就會用這種方式去 拉近你跟客人之間的距離 然後這個也可以用在下一個客人 比如說你原來就聽到他講法文 然後在他進來結帳開口之前 你就先跟他說 他就會嚇到 然後就開始整個大笑 然後我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人與人關係 拉近的一個方式 然後就是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如果去國外旅遊的話 人家會 人家如果用中文跟你說 你好謝謝的話 相信應該也是 蠻感動蠻開心的 我就用這個方式 然後這個也是我去學其他語言 雖然就有可能簡單的字 我覺得這是 雖然是在工作之語 我可以另外學習的部分 我就會想盡辦法去學習一些 我不知道的東西 對 然後自己找樂趣 除了就是學你好跟謝謝之外 我剛剛不是說 就是我們 如果客人買煙買久的話 都要看他的ID 然後我就超無聊 因為就是做調查 譬如說 美國男性前十大蔡奇阿娘 跟美國女性前十大蔡奇阿娘 我就自己去統計 做這個調查 然後就會分享在我的言書 然後我也是覺得就是 這個可能你沒有在美國打工 你不會去發現 那其實你就會去試著讓自己 跟當地有更多的連結 不管是人事物 我覺得主要還是自己 因為在三個月嘛 其實基本上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就是你要怎麼去克服那個無聊感 就是你要自己去 去沒事找事做 沒事去找樂趣 覺得這是一個讓你已經習慣的生活 去多一點點變化 這個是我的做法 但還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就不講 這樣 那有時候會有這種 自己樂趣早上的來 這個是 那這好像是快打陽吧 然後那個好像接近萬聖節 接近萬聖節嗎 就反正就是九月多的時候 快打陽就是有隻兔子就是突然進來 我也不知道想我在幹嘛 然後我就我就立刻 立刻衝進去休息室 把我的手機拿出來 就跟他說我要給你拍照 然後就留下來就是 這歷史性的一刻 就有時候你自己 不去找樂趣的話 樂趣也會來找你 尤其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國外都會發生 那就是看你怎麼去 去面對這一切這樣子 他胡子還蠻好摸的 就是軟軟的這樣子 好那說完那個樂趣跟收穫 接下來就是一定會有遇到一些 困難跟挑戰嗎 第一個當然就是體力跟精神 那就是原則基本上 你一天要接觸幾百個客人 那可能要連續站好幾個小時 都沒辦法坐下休息或是喝水 對我來講 體力上算是一個蠻大的考驗 而且到後來你結帳就會結結 就是會精神換散 然後你就就是沒有辦法停下 你還是要專注去做 然後有好幾次我是那種 下班回家立刻倒頭就睡 然後就是也沒有吃晚餐 就直接說要隔天天亮的那種 或是早上睡過頭的那種 都有發生 所以對我來說 那些文化或是溝通的一些問題 對我來講其實不是問題 對我來講 體力跟精神算是一個考驗這樣子 再來就是有理說不清 有理說不清通常會發生在當地居民 就是我們都叫Low call 就是我們的暱稱 就是有些Low call 他們就會不依照規定來辦事 就是例如說 剛剛講的買天買酒要看ID 然後他們就是說 Everybody knows me here 然後什麼他就不拿ID出來 然後我心裡就會想說 I don't know you who are you 然後我就還是會堅持說 不好意思請你拿出你的ID 那他就會邊murmur 邊拿出來他的ID 就是還會 就是還是要 我就還是會做到我工作上面要求 不管你是不是當地居民 都以視同我 我比較怕遇到這種 那其實 國外的遊客 基本上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他們就是來放鬆 來度假來玩的 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得寸禁止 得寸禁止的這個部分 主要是在說 跟我講同一種語言的人 不管他是來自小島 或是一大塊地方 基本上 只要 如果是 某一個地方的人來 他發現你會說中文 就會開始跟你 凹動機 就是 比如說 你這個員工是有打折 或是 你這個 什麼東西 可能算便宜一點 即使他們知道不行 因為 那些價錢都是系統 就是本來就key好的 就是還是 還是硬要凹 然後 或是會跟你 要求其他的服務 比如說 啊 我去哪裡買東西 然後去隔壁買東西 就會跟你 要一些我自己都要不要的東西 或是說 欸 可不可以幫我找飯店 我明天不知道住哪裡 還沒有訂到飯店 然後 就會有很多 奇怪的問題 我在台灣打工的時候 還有遇過那個 客人叫我幫他泡泡麵的 這個都算小事 好不好 然後後來我就會 我就學聰明了 就是 遠遠的就聽到他說 哪一鍋魚 就會 他結帳的時候 我就故意不要說 就是故意就說英文 就他們其實沒有 沒有注意看 即使 他們在我面前說 啊 明天要幹啥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還是說著英文 他們 基本上 那我後來就知道 這是一個保護自己的方式 可以免多 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就是在 出門在位還是要適時的保護自己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 一開始意想得到 因為其實一開始 你遇到那種跟你說中文的人 都會特別興奮 因為好不容易可以說中文 要不然你明天到我都在講英文 就啊 覺得很煩 就是 不是很煩啊 就是 就是 有時候你用英文 比較沒有辦法 比較沒有辦法 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感受 那有時候說中文的話 又是 如果又是台灣人的話 就是 你可以有些共同的話題 我不是說得村進食是台灣人 好不要誤會 好 那 再來簡介就是 大峽谷村 我剛剛講的就是 Grand Canyon Village 它其實 不只是一個國家公園 也是 也是一個村 村莊 好村莊 要這樣講 所以裡面其實有很多 豐富的資源 比如說他們有那種 很多很多那種博物館 有展出一些文物 就是以前 大峽谷是怎麼形成的 然後跟後期的一些 攝影的東西 還有一些紀錄片等等 其實基本上 在大峽谷 你只要跟著 它的那個 有一個map去逛的話 基本上你都會對 大峽谷的所有生態跟歷史 都還蠻了解的 那我就會覺得 生活在當地的一些 小學生 或是一些 學校或是一些居民 都還蠻蠻幸福 就是每天都可以 去看這些文物 好雖然就是 每天看可能就是 會很無聊 但是我覺得 它就是這個國家公園 對我來講 我一開始去的話 只是衝著 我可以去海平 我喜歡大自然去 但是沒想到它裡面 還有一些自然人文 自然人文的歷史紀錄 就是逛這些博物館的人 就是收穫還蠻多 那像我剛剛講 裡面還有學校 所以裡面還有一些 我印象中有 國小、國中跟高中 那基本上 他們都是當地居民 都會在裡面生活 這樣子 然後還有那個圖書館 我去辦那個圖書館證 然後就是會借DVD 還有借書回來 就是在一個森林裡面的一個圖書館 然後他們還會有那個 辦那個活動 比如說這是野生動物節 然後就去做一個事情 對就是有代表說 我有融入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其實 除了要自己找樂趣之外 還有很多這種大大小小的活動 你都可以去參加 或是你在當地認識的其他朋友 他們店裡面有辦 其他活動他們也會邀請你去 你就可以去參加 所以說實在其實 好山好水好無聊嗎 其實也不一定 有那麼一點無聊 但是你要怎麼去突破 就是看你自己 要怎麼去找樂趣 好 有時候還會辦這種音樂會 所以其實在山上 其實基本上 能做的事情跟生活 都還蠻多彩多姿 至少比我預期的 還要更豐富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辦卡拉OK嘛 就是七點啊 還可以說 什麼時候要來免費唱 那這個其實是 算是大峽谷他們社區的 黎民活動中心 他們常會辦一些 就是黎民活動中心 不是會辦一些聯歡活動 什麼烤肉啊之類 或是唱卡拉OK 然後那個黎民活動中心就是 我到後期 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我每天都去那個健身房報到 跑步加重訓 然後洗完澡之後就去上班 對 它一個月只要繳十塊美金 你就可以用它裡面所有的職員 然後我就想說 啊不用擺不用 就是台灣根本 誰會一天 一天到晚早上去跑步加重訓 之後才會上班 沒有嘛 對 然後這個黎民活動中心 它除了 有這些小活動之外 還有一些 會辦一些tour 就是 有機會可以 離開 在那邊